这天,警员弗林参加了每周一次的戒酒会活动 活动结束后有名年轻人找到弗林 他显然是第一次参加 希望弗林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 两人交谈了很久才各自离开 弗林来到停车场正准备上车 这时候突然有个人冲上来拿起刀就开始捅他 还好他身手敏捷及时卸掉了对方的武器 可对方却不依不饶 明显是想要弗林的命 男人把弗林摔倒在地 之后去剪掉在地上的刀 弗林也终于找到机会拔出自己的枪 他冲着男人开了几枪 男人被打倒在地 可等弗林上前查看的时候 地上只剩下了一把刀 男人早已逃跑了 危险解除 弗林赶紧拿出手机报了警 于是很快雷德尔警官就赶到了现场 为了让雷德尔第一时间获取到有用的线索 弗林一直不肯上救护车 他先是把凶器交给雷德尔 告诉他凶手是一名白人 大约六英尺高 之后又交出了自己的手枪 告诉他自己开了枪 凶手应该中了两枪 最后他还说出了凶手逃跑的方向 之后就晕了过去 等弗林在睁眼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拿着一枚粉色气球的老伙计 而布兰达也守在他的病床旁边 布兰达问他认不认识那个杀他的人 弗林说我从来没见过他 今天我参加完戒酒会的活动要离开 有个年轻人过来跟我说话 虽然他不是杀我的人 但他一直徘徊着等所有人都离开才找我聊天 现在想想他的做法很值得怀疑 布兰达说我会去查戒酒会的名单的 可弗林说戒酒会都是匿名的 这是规矩 这时候雷德尔警官也来到了病房 他查到有人报警 说一个胸部中枪的白人男性尸体被扔在了街上 死者名叫鲍博 他曾犯有偷车罪 三天前刚被缓刑 他还让人拍了张鲍博的照片发给他 于是布兰达让弗林看看是不是这个人袭击的他 可雷德尔拦住布兰达说 如果你现在就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那案子就得归我管 但如果你没认出 这件案子就可以交给重案组调查 弗林心领神会的说自己脑子还不清醒不大忌的是不是这个人 于是雷德尔就把案件资料和物证都交给了布兰达 之后就离开了病房 回到警局 警员调查了鲍博的背景 发现他目前住在他母亲家的车库里 他也没有车 警员检查了鲍博母亲的车 没在里面发现血迹 所以他们也搞不清楚鲍博是怎么在中枪以后还跑出去那么远的 布兰达推测着可能跟那个在戒酒会上拖延弗林的人有关 警员还在鲍博的衣柜里找到了三万七千五百元的现金 作为物证他们把钱也带回了警局 这时候另外一名警员发现了这几大钱的一样 因为这些都是旧版的钱 如果这是一起买凶杀人案的话 那这个雇主应该在监狱里待了不少的年头 警员根据这些钱的发行时间找出这段时间被弗林定下的罪案 于是他们很快就确定了一名叫瑞克的嫌疑员 瑞克因参与贩毒洗钱以及谋杀被捕入狱 当时是弗林找了瑞克的记账员 推翻了他的不在场证明才把他送进了监狱 而调查局曾派了个线人拿着四十万标记好的现金和瑞克交易 但是线人失踪了 最后尸体和钱都没能找到 如果这次真是瑞克满凶杀人 那他肯定在监狱里跟鲍博有过交集 于是布兰达让警员去监狱调查瑞克是否认识鲍博 之后又提审了瑞克 审讯事理 瑞克看到弗林受伤非常的幸灾乐祸 布兰达说现在你已经是涉嫌谋杀弗林的头号嫌犯了 可瑞克并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对方没有切实的证据 布兰达接着说你应该认识鲍博的吧 因为他三天前还和你在同一间牢房 瑞克依然在兜圈子 并不正面回答布兰的问题 于是布兰达又问你最近为什么一直在成立 瑞克说因为他的案子就要重新开庭了 他的上诉几年前就被批准了 因为检方要补上一名失调的证人 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弗林问什么证人 瑞克说弗罗拉 就是那个被你强迫推翻我不在场证明的记账员 弗罗拉已经跟你一样改过自新了 他决定收回自己之前被你强迫指控我的证词 听到这里布兰达对瑞克 这让我觉得 我不喜欢这种行为 所以接下来我要把你关到单独牢房 这样你就联系不到外面的人了 而在你被关的时候 我会调查出你做过的所有事 之后再把你带回来 到时候我还要让你亲口认罪 很显然这时候的瑞克对布兰达的话还非常不屑 但很快他就会为自己的亲手而付出代价 审讯过后 雷德尔警官又找到布兰达 因为这次的案件他调查了弗林之前所有的投诉 也发现了弗罗拉指控弗林暴力逼供的事 即使这明摆着就是瑞克用钱买通的结果 雷德尔也不得不按照程序找出证据证明这项指控不成立才行 而依照规定 涉案警员不得参与案件的调查 于是布兰达不得不让弗林先回家休息 他保证会把一切都调查清楚的 弗林走后布兰达从雷德尔那里拿到了弗罗拉的资料 雷德尔叮嘱布兰达说在开庭之前 他们是不允许询问弗罗拉任何有关证词的内容的 可布兰达说我不会问他的 我会让他来找我